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20日报道 阿根廷总统选举之后被提名为外长的戴安娜 蒙迪诺·戴安娜·蒙迪诺对该媒体表示 阿根廷不会加入金砖国家机制 报道称 在回答阿根廷是否将于2024年1月1日加入金砖国家的问题时 蒙迪诺说不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对金砖国家如此感兴趣 他补充道 目前还不清楚加入金砖国家会给阿根廷带来什么好处 阿根廷政府将对此进行分析 此外当被问及是否会鼓励与中国和巴西开展贸易时 蒙迪诺称 我们将停止与巴西和中国政府的合作 针对蒙迪诺有关金砖国家的表态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月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金砖合作机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 金砖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我们欢迎任何有意愿的国家成为金砖大家庭的一员 现年64岁的蒙迪诺是米莱的高级经济顾问 一度有望成为米莱的副总统候选人 蒙迪诺长期在私营部门担任经济学家 职业生涯经历丰富 他获得了西班牙纳瓦拉大学经济和商业管理硕士学位 还曾在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学习 目前在阿根廷 CEMA大学任金融学教授 他曾担任Tampa Energia Banko Superville和Lomanagra等在阿根廷和纽约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董事 卫星通讯社注意到 目前中国和巴西均为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2023年第一季度 中阿双边贸易额46.47亿美元 同比增长6.6% 一季度 中国是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三大出口市场 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 今年1月 阿根廷现任外长卡菲耶罗 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是阿根廷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 阿根廷也因此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以期待推动中方在阿投资 双边关系也一定会在经贸领域得到长足发展 同时也包括基础设施领域 以便提高阿根廷对华 以及全球出口商品的多元化和竞争力 当地时间11月19日 有着阿根廷版特朗普支撑的 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国会众议员哈维尔米莱 哈维尔·哈维尔·麦利尔当选阿根廷新一任总统 他在讲话中称 今天我们扭转了历史 阿根廷的衰落将走向终结 我们开始翻开新的一页 阿根廷的重建从今天开始 米莱自前承诺将采用所谓的经济休克疗法 他主张烧掉管理不善的央行 废除鼻索 全面转向美元化 大幅削减开支 他还承诺将中央政府部门从18个大幅砍到8个 允许公开携带枪支 合法化器官买卖并限制堕胎等 路透社认为 这些可能会带来痛苦的改革 不过在对经济为迷感到愤怒的选民中 确实引起了共鸣 近年来 阿根廷持续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困境 据报道 阿根廷已经是世界上通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年通胀率接近116% 今年以来 阿根廷通胀率在4月达到峰值8.4% 尽管后来数据下降 但分析师认为 7月通胀率可能将回升至7.1% 有专家预测 今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3.1% 2024年将在萎缩0.2% 2025年有望增长2.5% 米莱拒绝与中国 巴西和俄罗斯合作支持加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还反对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 路透社形容 米莱的上台或动摇阿根廷的政治格局和经济路线 并可能影响古物理和探青化合物的贸易 对于米莱的胜选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 我祝愿新政府好运并取得成功 阿根廷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值得我们尊重 巴西将永远愿意与我们的阿根廷兄弟姐妹一起工作 墨西哥 罗瓜多尔等拉美国家也对米莱表示了祝贺 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 佩特罗则直言 米莱的获胜是拉丁美洲的悲哀 佩特罗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写到 极右翼在阿根廷取得了胜利 这是你们社会的决定 对拉丁美洲来说是悲哀的 新自由主义无法为社会提供任何东西 它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决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